干杯 嗯 龙生九子各不同 孟家的三姐妹 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机遇 结局 老二孟晚清聪明漂亮 培养出博士女儿陶淑娜 老三孟一安学历高 挣得多 从小就最受宠爱 只有老大孟名为最差劲 从小就因博角被人嫌弃 结婚后被丈夫李承之家暴 又被女儿李依瑾气得死去活来 所以孟名为从小就有一个疑惑 为何自己和两个妹妹的差距悬殊 为何父母的优点一点都没遗传给她 孟名为憋屈了大半辈子 活到六十岁才开始反思 来自各方面的打击 让她觉得活着没有任何希望和意义 跳楼寻思 孟名为在无性无爱的婚姻里 受尽了委屈 每天都像是在服刑 三十年的婚姻生活 如一座牢笼 把她困得死死的 孟名为怀李依瑾时 乔海云就劝她跟李承之分开 但她认为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便一直跟李承之将就着 也因此 孟名为把所有的希望和关注 都放在了李依瑾身上 令人窒息 现如今 李依瑾越来越不受控 宁愿跟孟名为断绝关系 也要跟周到复合 而孟名为 她有多可恨 就有多可悲 极度缺爱 缺乏安全感的她 轻而易举就被小高的关怀感动 被骗到了传销组织 好在孟名为没钱 也好在孟晚清有胆有谋 孟名为才得以从贼窝脱身 孟名为的钱和工资卡都在李承志那里 李承志每期明曰替孟名为保管钱财 每个月只给孟名为一千元买菜钱 其实钱早就被她祸祸没了 孟一安早就提醒过孟名为 女人一定要自己掌握经济大权 要把钱攥在自己手里 不是孟名为太相信李承志 而是她不敢要回自己的工资卡 孟名为被女儿伤透了心 才偷偷从李承志那里拿走工资卡 孟名为的退休工资 一开始就有每月2000多 过了这么多年 至少也该涨到3000多了 可孟名为去银行一查才发现 卡利余额竟然只有879.2元 李承志真是绝了 跟陶大磊一样 也是软饭男 也正是因为钱早就被李承志霍霍光了 小高对孟名为的诈骗才没得逞 也因此 李承志更得意了 看到孟名为平安归来 李承志对他不但没有一丝关心 还劈头盖脸地辱骂他 摔给他500块钱 那边惊魂未定 这边水深火热 孟名为这次真的挺不住了 彻底崩溃 孟名为终于听从了乔海云的劝告 向李承志提出离婚 换来的却是一顿臭骂和无事 孟名为觉得自己的生活 也像是被遗忘在菜框里的土豆和白菜 就算烂掉都不会有人发现了 母亲年迈不能再护制自己 妹妹都有各自的家庭 女儿又跟自己闹决裂 孟名为心中的苦 无人可诉 孟名为也不再联系李一锦 给乔海云打电话说了两句话就关机了 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 寻求解脱 李承志在自己的大房间睡得死沉 他从不会管孟名为的死活 孟名为把自己反锁在小房间 走到窗前 先探出身子看了看 平时总嫌高的四楼 竟也不觉得高了 孟名为紧接着又爬到窗台坐下来 反倒担心四楼不够高 死不成 求求老天爷了 他在心里想 可千万让我死了吧 我已经是个残废了 千万别再让我瘫痪成植物人 一次到位 求求老天爷了 拧巴压抑了一辈子的孟名为 在死神边缘 第一次感受到眼界清明 感受到风吹过脸颊的舒适 生出不用活着真好的感慨 然而 织女莫若母 乔海云一开始接到孟名为的电话时 就感觉不对劲 母女两家就楼上楼下 二十多级台阶的距离 有时都是下楼当面说 几乎不打电话 再加上乔海云发现孟名为的手机关机了 也许是母女之间的心灵感应 乔海云非要上楼去看孟名为 乔海云毕竟八十岁高龄了 在紧张和担心之下 踩空楼梯摔伤了 同时拯救了孟名为 孟名为听到邻居的敲门声 才从窗户边下来 果然没死成 孟名为很幸运 相当于乔海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她若是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想必会更加觉得幸福 再也不会有轻生的念头 身是秘密 这么多年来 孟名为妄女成凤 严苛控制李仪锦 无非是在两个优秀妹妹的对比下 无法接受自己的平庸 看到老母亲为了自己豁出一条命 孟名为才开始接受现实 跟自己和解 在乔海云的病床前 孟晚清和孟名为说了好多T级话 感谢大姐的恩情 要不是因为照顾妹妹 孟名为或许也能考上大学 看淡了生死 孟名为已经任命 且知足跟那没关系 是我自己不争气 孟名为说 咱们家呀 我最笨 我认了 笨人有笨福气 能生在咱们家 我知足 孟名为的确该知足 因为她根本不是乔海云的亲生女儿 这也是她跟两个妹妹不一样的真正原因 孟晚清随了母亲乔海云强势能干雷厉风行的性格 孟一安随了父亲孟显荣的血霸基因 以心扑在教育上 孟名为则是随了她的亲生父母 看到孟名为亲生父母家庭的悲哀 就会发现 孟名为才是孟家最幸运的孩子 乔海云一开始没打算生孩子 在33岁时才生下孟晚清 孟名为比孟晚清大10岁 比孟一安大14岁 是乔海云25岁那年抱养的孩子 是隔壁邻居家的 孟名为亲生父母家特别穷 她的生母一共生了七个孩子 因为生父吃喝嫖度整天不进家 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生母身上 孟名为的生母带着孩子四处躲债 被折腾得暴躁又麻木 七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邋遢 乔海云虽然反感隔壁的鸡飞狗跳 但还是出于善良 在过年的天给他们送一大碗饺子 几个孩子像恶狼一样 不顾烫和脏 狼吞虎咽解决掉那碗饺子 都不够塞牙缝的 只有老小在床上躺着一动不动 也就是后来的孟名为 因为发烧了 家里莫药 生母又没法带她去医院 乔海云和孟显荣带她去的 回来却发现那个女人和六个孩子都不见了 屋里像被打劫了一样 空空如也 只有一张纸条压在碗下面 纸条上写的是孩子的生日 连名字都没有 孟名为那时刚满二岁 乔海云打算把她送到可以收留她的地方 因为孩子口齿不清地喊了两句 妈用小手紧紧抓住乔海云的大手 乔海云才收养了她 并把自己的生日鸡蛋分给她一个 一直延续了60年 所以 乔海云每年的生日上 孟名为都能享受到妹妹没有的特权 跟乔海云一人一个鸡蛋 孟名为虽然不是乔海云亲生的 但也是带着爱和心疼长大的 孟显荣给她取名叫明伟 意为长大后想闻就闻 想武就武 孟名伟二岁那年退烧后 落下了腿瘸的后遗症 是那批退烧针的问题 乔海云自责又心疼 为了让她将来有个伴 少吃点苦 才生下孟晚清和孟一安 只是孟名伟不懂得母亲的良苦用心 认为自己生来就是替乔海云照顾妹妹的 甚至心生怨恨 认为乔海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在那个年代 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没上大学的遗憾 是时代的宿命 不应是父母的过错 孟名伟若是跟着亲生父母 或许连小学都上不了 更别提高中了 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不敢想象 所以说 乔海云和孟显荣就是孟名伟的救赎 不但拯救她于苦海之中 还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强大的后盾 乔海云照了孟名伟60年 给她工作 给她房 巴黎诚挚 整得不敢对孟名伟再动手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乔海云还在为孟名伟撑腰 让李诚挚落得个净身出户的结局 乔海云没办法再护着孟名伟了 便为她扫清障碍 给她换了套大房子 让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孟名伟的两个妹妹也帮她不少 没烧给她钱 孟名伟小时候对妹妹的照顾 得到了事半功倍的回馈 李怡锦最后也跟孟名伟和解了 孟名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写在最后 烟火人家援助她和她的群岛中 关于孟名伟的身世秘密 乔海云和孟显良都到死没有说出来 因为她们始终都把孟名伟当作亲生女儿对待 对她只有无尽的爱 从未有亏欠 只有孟晚清给全家人做体检时 发现了孟名伟的血型异常 尽管知道了大姐非亲生 但她对大姐的爱从未改变 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才叫家人 一起共度了大半辈子的她们 不是亲生 圣死亲生 人的烦恼都是攀比出来的 孟名伟只看到两个妹妹人前显贵的荣耀 却不知她们背后的艰辛 孟晚清之所以成为女强人 都是被逼出来的 陶大磊性无能 吃软饭 整个家都是孟晚清撑起来的 孟晚清身体还出了问题 孟一安之所以受万人敬重 那是因为她的精神内核足够强大 她也曾遭遇过婚姻破裂 职场不公 她并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顺利 她们都不比孟名伟活得轻松 她们的人生之路 比孟名伟更具挑战性 更丰富 但也更辛苦 所以说孟名伟才是那个幸运儿 才是孟家最幸福的孩子 不要再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我当然记得了 你这么重要的事能忘了吗 你老爷子在的时候 我们两个老爷子在时候